提着大包小包行李 旅客略顯疲態 但是下飛機後 還有層層關卡 陸近民眾排拳常常隊伍 因為接下來將面臨四大關 刷健康申報憑證 行李清消 唾液篩檢 防疫計程車 幾乎每一項都要等待 首先刷憑證電腦緊實台 有時人多需花兩到三小時 才能消化人潮 也讓旅客大抱怨 應該有一個半了吧 做這些檢疫都有點不太需要 低線基層也表示 入境總人數不斷放寬 但工作人員電腦系統未增加 被旅客頻頻抱怨苦不堪言 而且行李放在盤櫃內 噴藥水靜置四十五分鐘 地勤作業時間也增加 而且要是入境旅客 沒有手機或是臺灣電話號碼 基於防禦規定 會被要求購買臺灣電信預付卡 這一排對半卡 又是一到兩小時 入境每週人數 從二點五萬放寬到四萬人 但相關配套沒調整 也沒優化引起批評 到最後造成憾事或是造成 工作人員危險的工作傷害之後 才來遺憾跟改進 我想這絕對不是國人所樂見的 學會中心談言旅客下季到 離開大廳平均花一到兩小時 最多二點五小時 來完成相關的檢疫流程 排隊的話注意它的舒適性 它不會大熱天在外面的排隊 在持續針對這個流程 來進行這個優化 為了加速消化旅客八月一日起 不再只有防疫計程車將啟用防疫巴士 在每日尖峰時段固定發車來 減少旅客等候時間 中央邊境松綁說得簡單 但是相關的配套一兩年都沒優化 也難怪民怨連連 記者劉志展桃園報導